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小龙虾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也越来越受欢迎 不少小龙虾加工企业 也在不断拓宽海外市场 继续来了解 近日 一批重约710千克的鲜活小龙虾 在南京海关所属 南京路口机场海关的监管下 搭乘当晚的航班前往吉隆坡 印度人士向记者介绍 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 从出口原材料 半成品 到加热及时的成品出海 口味和种类越来越丰富 国内小龙虾产业 正在迎来新一波出海潮 目前我们所接到的出口订单 大概有接近600万美元 其中东南亚小去年 增长了20%左右 法国今年的订单 相比晚年提高了50%左右 在湖北前江的 另一家小龙虾加工厂里 生产车间内 弥漫着浓郁的虾乡 工人们在流水线旁忙碌不停 一只只鲜活的龙虾 经过清洗 分解 烹饪等 一系列精心处理 最终变成了美味的虾仁和调味虾 包装满好后 出口到世界各地 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的同一款小龙虾产品 销往国外的价格 要比国内高 大概30%到40% 今年小龙虾出口订单大增 为公司贡献了更多的利润 据了解 我国已经发展出 全球最大的小龙虾产业 2023年 全国小龙虾年加工量 140.23万吨 同比增长15.24% 随着小龙虾加工利用率 进一步提高 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成为了众多小龙虾 相关企业的目标